琳琅滿目的計畫案 配上立體建築模型 北市府舉辦公共工程採購說明會 計畫提出23項建設 超過430億的招標案 都市發展局有10個案子 市場處有1個案子 廳管處有1個案子 公務局有11個案子 合計有23 總共的公告預算的經費430億 它不是招商 它是一個公共工程的採購 也應該是台灣的地方自治史裡面 第一次的大規模的 把各個局處的跟各位說明 說明會上也首次提出 公共住宅案設計準則 包括公共服務 藝術社區 直接飲用自來水和智慧社區 希望打造出宜居的台北城市 南港東鳴 這個是我們最快會開始的一個基地 過來協助我們 大家一起來做的 從營造PCM建築師 顧問公司 以及智慧團隊 我們做的是一個宜居的台北市 只是部分工程目前仍有爭議 像是中益國小案 就引起當地居民反彈 這會不會影響廠商投資意願 市府團隊的考驗 現在才正要開始 凱破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 太好了